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油价又要涨了,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临近,按照十个工作制原则,半轮调价窗口为10月19日24时,这可能使得一周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每升上涨2毛左右,受此影响,全国各类汽油价格都要接近或超过每升8元的水平。 今年以来,成品油零售价共兑限19次,其中上调12次,下调7次含因增值税率调整相应下调,汽油累计上涨1265元每多,柴油累计上涨1225元每多,折合生价92号汽油,零号柴油分别预涨0.98、1.05元,既柴油零售价格的不断增长。 终端用户,拥有成本压力亦明显增加。 汽油方面,一辆油箱溶机为60升的私家车,目前加满一箱油,较年出多支出60元左右。 柴油方面,一辆运行1万公里,再重30吨百公里,耗油约30升的运输车。 目前每月的耗油支出,年处增加3150元左右,目前国际油价涨幅明显,并一度突破4年来新高。 随着最近国际油价持续攀升,国内成品油价格而下一步仍有上调压力。 主创资讯是由本析师高健指出,短期来看原油会维持一个高位波动的状态。 因为伊朗制裁11月生效,将导致伊朗原油出口下降。 居民消费上支出的压力会随着原油价格上涨而有所增加。 尤其是在汽油,财油消费方面的开支压力会更大。 高健表示,等了10月19日成品油零售价商调未大概涮事件,因此预计终端拥有成本将继续增长。 同时,国内成品油航行整体易保值正当上行态时。 邹雪莲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